大家好 现在我为大家来安装一下这款015供应架的椅子 首先我们收到的椅子有钢支脚一对 靠背一个坐垫一个扶手一对还有螺丝一高 首先我们先来装靠背 靠背扶手它是由左右区分的 这一块出的距离长一点的是下面的 靠背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方向的 这里有两个卡扣 这里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卡扣 是直接卡进这两个凹槽 装的时候先把这两个凹槽对整了 注意了 这里不是一个凹槽吗 这个凹槽先对整这里 不要这样 这样肯定不好装的 要这样啊 对整 对整之后然后直接伸进去呢 直接这样卡后就卡回来了 然后螺丝的话有六颗长螺丝 六颗六颗挡螺丝 挡螺丝的话是装扶手跟就是装扶手用的 长螺丝的话就是装供应脚印的 好我们现在装 先把这一步先给装好 我这边是用电粘导 到家里平均这个扳锁就可以了 同样这一面也是同样的 也是这样的啊 这里一个卡扣先卡住这里 这里先卡住 然后这样放下去 放下去它的位置是刚刚好的 这样卡住之后 再装这块螺丝 螺丝洞也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在这里啊 先用手拧几圈 然后用半手拧减 好 这个装好了 我们就来装 做电 用电翻过来 这两边一边有两颗螺丝远的距离 长一点的啊 靠正面的啊 放进去 也是用挡螺丝 挡螺丝啊 不要一下子拧死啊 稍微松一点了 这里 敲针眼味可以用 这也是一样 不要拧死 中处都不打 你再换点 我把它换晕打的 你站着放这个 好现在螺丝全部装好了 大家把螺丝给夹住 夹住 夹住啊 现在我们这个上半部算是全部装好了 现在装下半部的弓心脚 弓心脚也有左右区分的 你看啊 这里有两根眼 这里是一个眼 两根眼的是朝前面的 长螺丝 现在用到长螺丝了啊 先锁 先把 三颗螺丝全部放进去 用手带上几圈 这个眼位如果大家感觉这个眼位好像有点对不了的话 这个共性脚呢 左右这样呢 没拧紧 它左右可以移的 前后你也可以这样搬的啊 这件对不了你就用手搬过去对脑为止啊 它这个脚是刚做的 它肯定有弹性的 运输途中稍微挤压一下 它有点跑位的 这个正常的啊 这个你们自己搬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你看啊 看啊 这个胃眼位呢 有点区别 你搬过来了 搬过来就对了 对着了 然后螺丝拧下去了 六颗螺丝全部放好了 然后用个半手 每个给它加紧 我们这个 这个螺丝玻璃不是有这个小的那个波落点吗 这个是是装这个脚的这个 因为运输途中这个东西很容易掉 所以我们 每一个椅子里面给你们有备用两个的 万一这个掉了 掉了你就把里面的给它 用个剪刀或者给它除除掉 然后这个直接最用力敲进去就可以了啊 现在我们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已经全部装好了 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现在最安全最牢固的椅子啊 200斤左右的人做的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椅子半光是很很适用的 靠背你还带一点弹性 这个靠背有一点弹性的呢 稍微往后靠一下有点弹性 等于感觉像逍遥一样很舒服的 但它绝对不会断 这个材质是很牢固的 放心使用好 好 好